字幕志愿者 李嘉豪 繼續向左望 我是李嘉豪,還有長毛 有人說,只許大狀放火 不許長毛點燈 不要緊要向左望你的地球 我講回另一段往事 在1995年的時候 我剛剛在當支援會常委 沒多久 我在支援會提出 所有支援會常委 參加當年的立法會選舉 就應該將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列入綱領裡面 因為他們很多都寫了 其中一個公職就是支聯會常委 那你就不可能只說支聯會常委的公職 就沒有支聯會的因素在裡面 那我就說 我都為大家著想 我知道大家可能覺得 如果將支聯會的五大綱領 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寫了一個傳單最多的地方是不行的 我說你那些傳單也好 你那些街板也好 就下面一條線好像現在的電視 下面那條動的東西 你知道當天有個議員跟我說什麼嗎 他說你當然了 你都不是選 他當然在那裡說風涼話 那我跟那個議員說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機會選 我有機會選 我一定做這件事 嗯 那當然我後來就選了 我不單止將那五大綱領 是就這樣做一個死的宣傳派 我貫賞在那個分析那裡 嗯 其實我覺得在泛民主派的宣傳裡面 其實已經是有時接近於欺騙的 如果你問他有沒有2012雙普選有 就在字裡行間突然間有一個字 有一句就當成了 大長寶你這樣說 他不是作為一個分析的一個內閣來的 你明白嗎 我知道 如果你真的作為一個政黨 或者一個政治家 你是有思路的 你的價值觀念你的政綱 是貫穿在整篇文那裡 現在就好像那些保險的政綱 有一段 我知道 如果你問他有沒有 有啊 你說不要誣衊我啊 我知道 老實說搞政治 政治觀念不是要來做一個擺設 而是要來分析 但是長寶也有人聽過那些聲音說 你這樣說 依然是風涼話 雖然你選擇是放在江嶺那裡 喂 但是你的票員 你的基本在那裡 你的支持者 這些是大黑粉絲來的 等於社民連 有些人說 你們說是貨真價實 完全就是民主派 完全是不參加功能組別 因為根本上你功能組別 你都沒有你的市場 是 這樣說 所以這是你的市場 所以你依然很口向 可以這樣說 這樣說 所以他們是全部從公理的角度去考慮 他們所有考慮的就是 從那個利益的獲取 或者所謂 怎樣去拿利益的過程去考慮 其實這個跟香港人一般的 小市民事故心態一樣 大家見面就是 很多人都這樣說 有沒有傻 行不行 原來是沒有價值取向的 他們就是這樣 可不可以拿到議席 所以就危了 那個公投 那些人就擔心 他就用這個 就說香港人現實 余若薇說 很簡單 我想請教余若薇 和所有的泛民議員 民主運動最堅實的力量 是群眾的覺醒和組織動員 如果你純粹在選票上面 去控制他 你久而久之 你就會屈從於那種試款文化 因為你想控制你的票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政治的力量 我們是有一個願景的話 我們要達到願景的時候 我們才會制定我們的計劃 而今天社民連講的五區公投 那個計劃就是說 群眾是會為了一個 他有興趣的題目 看到一個特定的目標 去投一票去表達他的意見 我們是很現實的 我沒有叫他革命 也都沒有叫他去做太多的事情 就是做這件事 所以是無實的討論 這個 strategy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知道 由現在開始去到有民主 一定不會在現在這個 現有的establishment 或者institution裡面 自我演化去完成 一定是民間的力量 無論用什麼的方式都好 壓迫他做他不願意的事情 或者他不做的時候可能取代了他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群眾的動員和意識的發展 在一個長遠的過程來講 這個empowerment是重要的 而不是一時一地的 所以為什麼我講話 泛民主派如果覺得公投的議題 他有不同意可以談 最重要的就是形成公投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我們為什麼說六四 二十年都會記得 群眾了解政治 是從政治經驗出發的 沒有的政治經驗 你說全民公投 他是不會知道是什麼來的 做過一次就知道 你跟人說七一遊行 有參加過的人就知道 或者沒有參加過的人 聽人說就知道 現在香港的泛民主派 是從來沒有勇氣開闖的局面 只要在現在 人家給他的小天地那裏 找多一席 或者找多一席 找多兩席 或者防止少一兩席 是不是 就算好像他們這樣 又不見了三席 不過有人跟你講長毛 湯家驊怎麼講呢 湯家驊說長毛 喂 現在不是說不支持你 搞不搞什麼理念 搞清楚這些事情 但是問題是 04年立法會選舉 又說 哇 這個2012年普選的議題一佔 上次還有補選兩太 陳太 葉太 補選亦都以這個盡快爭取普選 這個問題早已回答他 因為 因為 如果他要來反對我 我都會講 上次那個 只不過是一區 怎麼可以當真 是不是 我已經駁到他了 那04年呢 04年打贈期號2012雙普選 04年那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在不同的政綱 即是在不同的選區裏面 不同的候選 是提出不同的政綱 它是包含著2012雙普選 其實唯一共通就是2012雙普選 其實唯一共通就是2012雙普選 有不同的政綱 所以別人跟你計量的時候 就說可能 你記得我計量 定量分析 到底你有沒有問過 那些 場面有幾多選民 是因為 最低工資投票的 有人是因為 董建華 下台投票的 有人是因為 結初一黨村投票的 我們這次做一個 單一議題的選舉 就是令對方沒得壓 亦都令到我們的選民 透過再投一次票 去reinforce reinstatement 集中的焦點 我當你給你說得對 即是說 你撇除所有的雜質 單單純純正正 就是為普選的議題去說 就算給你是聚焦成功 那so what呢 如果中央不做 另外一個問題 他們會最終於訂出來 那so what呢 這個立民大會最終於說 病當然要看醫生 病看醫生的時候 你不會問醫生 你醫好了我這個病之後 我會不會不死 如果不是我不醫 我們在一個 完成了五區公投 我們明顯拿了一個民意的依歸 之後再考慮我們的策略 是跟現在坐在那裡講的已經不同 他們一定要有一個辯證的角度 發展的角度去看 到那個時候 我們到底是發動一次更加大的遊行 而不走 號召香港人 用更加多的議會外的行動去逼他走 還是二十三個人總辭 這個是到時在新的條件裡面 我個人是很現實的 在新的條件 在勝利的條件裡面 去考慮怎樣再勝利 總好一個坐在那裡 都不知道勝不勝利 直接說自己失敗 那你太浪漫了 這個不是浪漫 華叔有提出一個質疑 擔心的 有些問題會想清楚的 即使你有沒有back up plan 如果他真的被你搞到大龍鳳出來 那中央有什麼都不肯的 那你是不是二十三個總辭 即是你的back up plan 是怎樣 如果我說要我二十三個 這個真的是詭辯來的 如果我現在講了 二十三個一起重辭的時候 人家就說 哇 你真是太浪漫 原來你是有幾步的 我怎麼幫你做 所以我那個是更加符合 這個事物發展的邏輯 不是 如果他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扔出來 當你沒有到的 那你怎樣 最重要是 你要解決他現在的問題 那你作為一個政治派別 你當然要發一些新的攻勢 但是我現在講 有沒有人相信我 我已經講了 不知道 到底是發動不交稅 那些是 你要拿了那個勝利 現在我們正在營造一個勝利 作為一個更加高級的台階 然後才再走上去 現在連走那個台階都不討論 那你就問 如果我走到台階之後 如果上去之後 我還會不會再上 華叔說我永遠做事 是謹慎和小心的 我不會反對他 那問題就是 如果我想問華叔 如果我說滾綁 如果這些事得了 立即23個統治 他是否認為是更加好 或者更加會令到 今次的公投城市 我是一個策略 我提出一個策略 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時空裏面 我看到有一個機會 令泛民的政治力量 柔弱轉強 泛民裏面的湧蹬 有一個動員和充權 和一個政治思考的機會 華叔也提到 50萬人上街都成功令到23條 停止立法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向左看